第九章 猴 俗话说山中无老虎 猴字称大王 显然 民间古时认为老虎首推百兽之王 而猴字则凭机敏也有一席之地 不过 老虎和猴字的确有着不浅的交情 据说猴字当上生肖 全靠虎王从中周旋才成功的 传说 老虎在开出就以镇山智兽之威名当上了兽王 当时 山中百兽见了老虎都立刻回避 老虎当然是既得意又感到孤独 猴字那时与老虎是邻居 二人称兄道弟 十分亲热 后来 猴字几乎成了老虎的得力助手 当虎王外出时 猴字便带行镇山之令 百兽设予虎王的威风 也只好听猴字的召唤 这便是山中无老虎 猴字称大王的来历 一天 虎王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 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 恰好猴字来了 虎王高喊 救命 猴字见了 连忙爬上树 解开了猎人的网绳 救出了虎王 于是 老虎告诉猴字 今天的救命之恩 今后一定报答 猴字今后有什么为难之事 自己一定全力报答 猴字当然也对虎王遇险的事闭口不谈 保全了虎王的面子 在这以后 二人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 许多年之后 玉帝开始选生肖 身为百兽之王 老虎理所当然地当上了生肖 猴字一见 也想当生肖 于是 猴字请虎王给玉帝求情 让他也当生肖 虎王因为欠猴字的情 只好请尽全力地去帮猴子说情 他对天地称赞猴字 聪明 机智 为百兽之手 又说 自己不在时 猴字也有镇山功劳 于是 玉帝下指 将猴字也列入生肖之中 带着变成肖之后 行判好 哦 前输了 优优独播剧场 画并不知道 那兽优独播剧场 一温延优独播剧场 например 这副表明 并记者 六优独播剧场 还有你会认识 第一剧场 这是 政治表明 和你误优独播剧场 看 目镜 tell 你会议症